佛寺中滿布蓮花燈 這是韓國慶祝佛誕節 舉行的紀念儀式 唐美雲歌子戲團 為了製作高三傳 元宵大師的故事 將30多人團隊 拉到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 韓國慶州市取景 外國大師比鄉人所尊敬 所學習的就是何情所創 還有就是他可以沉在民間 其實來到韓國之後 才能了解完美大師 在一般的韓國民眾心中 其實是一位親民尊敬的大師 元宵大師在韓國 被譽為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便才無礙著作等身 以16年菩薩行 復位戰火中的百姓 並打破階級 將佛法譜傳於民間 讓朝鮮半島四處響起念佛之聲 如今韓國佛教盛行 將佛誕節定為國定假日 元宵大師鞠躬絕尾 為了符合史料人物形象 找來樓欣瞳飾演搖石公主 讓不熟悉歌子戲唱腔的她 從惶恐中跨出第一步 你這是要講比較文言文的 方式的台語這樣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覺得這個體驗是非常特別 然後很難得有這個體驗 從元宵大師曾駐席的分黃寺 到搖石公主曾居住之所 製作團隊實地走訪拍攝 呈現出千百年前最真實的場景 帶新聞 南韓報導 在朗銀絡大師鞠躬 是一場昨天的 使用騎士的